眾所周知,Intel 10代的效能型CPU已經出現了 不少的GAMING Notebook廠都在近期轉換新的 同樣有出Notebook的Razer 自然都在近期更新了它的BRADE 15系列 而最近有個朋友問我這台機是如何 所以我們就來試一試這台機,看看是怎樣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這裡就跟大家介紹 Razer 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一個頻道 有興趣的話記得按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雖然BRADE 15系列一向都是主導輕巧設計 2020年的版本,重量大約是2.1kg 同時只有2cm口 但效能越來越厲害之下 這次就在同樣大小就設置了一顆Intel Core i7-10850H 這顆CPU就已經是8核16事情了 最高時還要達到5.1G 至於為何叫i7呢? 就不要問我啦 另外,我們這次拿到的sample機就是用到NVIDIA GeForce RTX 2080 Super Max-Q 如果以一部15.6吋的薄機來說 GRACE 螢幕的規格就可以採用300Hz 1080p 或者4K60的螢幕 薄邊框之餘,機頂還有支援Windows Halo解鎖的720p Redcam 而且機本還有一個Apple都沒有鬼謀的發光Logo 整部機都擁有一個頂級的規格 除此之外,機內也有8GB乘2的3000DDR4 以及Line-on的TB NVMe SSD 速度達到3000Mbps的讀取以及2000Mbps的寫入 也算是Notebook較高的規格 講完基本的東西之後,又是時候測試一下機的效能 利用這個頂級配置 在1080p 螢幕下打3A的大作當然是得心應手 如果拿來打Wingbowl 6這類要求高FPS的遊戲 都是完全沒問題 平均都可以錄到差不多200左右的FPS 至於散熱的部分 在利用全速5300轉的雙風扇散熱下 CPU的溫度維持在80度以下 以及65度的顯示卡溫度 控制表現不太突出 但Blade 15 作為一部薄型機絕對可以接受和收貨 而機身表面平均的溫度都是40度左右 屬於可以使用的範圍 最後就講一下周邊的東西 有RGB Macro鍵盤就基本了 同時左右兩邊就有立體式的喇叭 音量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而界面的部分分別有3個USB 3.2 Gen 2的界面 而且還擁有一個Thunderbolt 3和一個USB C的界面 這個USB C的界面還可以用PD做充電 不過始終是高加的型號 功耗上都是較高的 原裝的火候也有230W 所以PD充電就一定的規格要求 另外機身還有HDMI 2.0B和SD卡槽 可以看得出這部機不只針對玩家 連Creator也是照顧得到的 比例要留意就是機身方面 入門型號會提供1GB的LAN界面 而高階機反而沒有提供 不過兩款機都會支援WiFi 6的AX2400和藍牙5.1 都是新一代高階Notebook的標準 好了,今次的介紹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簡單總結一下 15.6吋的BRAID 15在輕薄機身底下 提供相當高階的硬件 加上有針對遊戲的1080p 300Hz螢幕 或者是創作的4K螢幕 適合不同的人士使用 至於值不值得買,是否值得買 都是那句啦 輕薄機有效能 我們一向都不講錢 如果各位觀眾有些朋友 好像我的朋友 想買這部機的話 不妨分享給他們看 我們下次開心再見 啦,BYE